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 经文说到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一出好的戏剧 需要好的剧本 好的导演和好的演员 打动人心的剧情 可以使人从其中 汲取到生命的智慧和养分 人生如戏 细说人生 欢迎收听绝妙小剧场 福州人林振曲 十几岁的时候到庙里 为他的家人戒兽 把他自己的岁数 借给垂死的家人 希望家人 能够再多活几年 这事以后 他就得到两个鬼 跟他做朋友 每天到了晚上 这两个鬼 就到他的住处闲聊 只有林振曲可以看得见 别人 别人连声音 别人连声音也听不到 他们相处起来很投机 对于林振曲 也没什么妨碍 哎呀 糟了 没了工作 这一时之间 找不到事干的 这时间怎么打发 怎么添饱肚子 我教你看病好吗 我没学过医 怎么给人看病呢 不要紧 我在你耳根告诉你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 告诉你怎么说 你就怎么说 那好 那就照你的话试试看了 这林大夫好奇怪呀 他看病不把脉 不问病原 但是竟然把我病给医好了 对呀 上次我去他那儿看病 他给我开的药房也很怪 叫我去墙角下 找一把野草 再加上一只虫子 可吃了很有效呢 我的心可忐忑呢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哎呀 还不简单嘛 我先把那些人给弄病了 然后啊 我再去医好他们 哦 你们俩 唱双簧啊 没错 就这么理解 哎哟 这每回被这两个鬼附身之后 身体怎么这么疲倦呢 被附身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哎哟 实在有点恐怖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两个还经过我的同意 这后来就嚣张了 没问过我 就跳上身来 哎 虽然 虽然发了财 我的身体跟心里非常痛苦 真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呀 这受不了了 我要躲起来 哎 就这样 躲到老伴儿娘家去 就可以脱离这两个鬼的管辖范围了 你好 刚才 看你听我讲到 听得津津有味 我看你 特别需要耶稣 我真的是特别需要耶稣啊 牧师 我自己是教鬼的 后来身心受不了 逃到七山来 哦 这里有一本圣经 你带着看 我劝你回福州 带着主耶稣的能力 去对付那两个鬼 你一直逃避 也不是办法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面对的 哎呀 好久不见了 这段日子 你上哪儿去了 我们很孤单呢 需要你陪耶 我得赶紧度圣经 免得他们团 上身 我就持续知觉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姓汤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祝耶稣 求你救我 哎呀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我们没法靠近他呀 他已经信靠 真神耶稣了 撤退 撤退 世界上有许多的人 相信有鬼 相信鸡铜 相信占卜 却不相信 有真神上帝 其实 如果世界上有鬼 反过来想 一定有神 因为鬼 就是假的神 世界的东西 都是先有真的 后有假的 真神 只有一位 假神 却有千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胜败别挂怀 只要认真眼 就会有掌声 想看好戏吗 看好戏 不如听好剧 广大的声音舞台 延伸您 无限的想象空间 欢迎您提供感人的剧本 和故事素材 绝妙小剧场 为您演播 每一出精彩的戏剧